百多人在饮用有问题的酒后 先口中毒 在星期二至星期三清晨 分别送到多间医院 他们大部分都是码头工人 人力车夫或者小贩等等 当地传媒报道 死亡人数过百人 由于还有几十人仍然危态 估计死亡人数会上升 当地警方已经拘捕了四个人 非法釀酒在印度很普遍 原料多数是甲醇和工业用酒精 因为价格低廉 相当受低下阶层的欢迎 古吉拉特邦刚刚在上星期 通过新法例禁止非法釀酒 最高刑罚是死刑